今天你就在家自己吃外面啊 为什么 然后的话呢 你们不在家吃啊 我不在家吃 那你妈呢 我妈也不在家吃 宝宝呢 儿子也不在家吃 你们去哪吃啊 我们去外面吃 什么好日子啊去外面吃 我觉得我今天心情不错呀 然后呢我请他们出去就是吃一顿呀 去吃那个大餐 大餐肯定是有了这种东西对不对 哎呦我吃大餐怎么能少得了我啊 然后呢我还准备就是叫两个朋友 反正呢到时候就是吃饭唱唱歌嘛 对不对 那我也要去啊 你去什么东西啊 你在家点点外卖就行了 跟着我干嘛啊 没有你的份你知道吧 外面不好吃又浪费钱又不干净 那干不干净又不是我吃 我管它干不干净 所以呀我不吃啊 我跟着你们去吃大餐 你跟着我干嘛啊 跟着我你就得出钱 知道吧 我一毛钱都不出 那不是不出钱就不要干 懂不懂 儿子跟你妈当然去蹭吃蹭喝 你朋友能蹭吃蹭喝 凭什么我不能啊 多为张嘴怎么了 你请不起啊 我请得起我没必要请 钱要花在刀印上 是吧 我请了人家人家会给我一个笑脸 对不对 我也给你笑脸啊 你给我笑脸啊 哎呦你给我笑脸 哎因为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就去外面吃 这个房子啊 不是贷款贷了10年吗 你也知道是吧 跟你结婚的时候那时候5年前 就还剩5年还没还清 然后呢这段时间不是有点钱 身上 我就把那两万多块钱 我就直接全部一次性还清去了 还清房贷了 前段时间我都还清了 只是说一直 那你的意思就是庆祝这个还清房贷了 没有没有不欠 现在不欠任何什么什么这种贷款的咯 我现在我房贷我不欠了 车贷也不欠 车贷我是全款买的 我没欠车贷 任人生宁家了哈 房贷也还清了啊 确实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值得庆祝的事啊 带上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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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你干嘛 我要去吃好吃的 带你去给我添堵啊 谁给你添堵了 我也没干嘛 你这种人是吧 说翻脸就翻脸的 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知道吧啊 什么叫我这种人 我这种人是哪种人 哪种人啊 情绪极其不稳定啊 极其不稳定也是你这种人这种嘴巴 是吧惹起来的货 性格特别的极端 知道没有啊 还有的话呢是吧 只许你说不许人家说对吧 反正我不管啊 你们呢是吧想丢下我啊 去去面吃好吃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把这几天呢 我就是把跟着跟着你们 你们去我就去 你们不去我就不去 耍累了啊 刮我 哎呦 我们去你就去 我们不去你就不去 那肯定啊 你这样子算啊 好吧 我也不跟你说多 你去的话呢 我肯定是难不了的 但是呢是吧 去的话 让这个单你买吧 你请我们吃吧 是不是 搞笑 明明是你请客 你为了庆祝这房贷还清了 是吧 关我什么事 我只不过是是吧 帅啊 趁吃趁喝而已 关我啥事 关你啥事 哎呦你又不想出钱 又想吃东西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反正我不管哈 你要是不给的话呢 我跟你讲哈 你不给我去的话呢 反正你们也别去了 我们别去 我们肯定要去啊 我们都约好了 所以啊我肯定要去啊 我也跟你约好了呀 谁跟你约好了啊 我现在跟你说好了呀 但是大方面的也好 我不答应知道没有 不答应随你啊 我就厚着脸皮跟着你们去吃 反正是吧 有好吃的东西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这种小姐 也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他经过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 一个吃饭的事情 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性格 知道吧 随便喽 谁都能好过 唯独你不能知道吗 我不紧要去 我还紧更贵的东西 我告诉你 因为不是你就别买单 知道不 你就看不得我好 啊 不买单 你看我这家里闹不到 看你们能不能安心地吃 看你这些朋友面前那么丢脸 这样子谁敢带着去啊 肯定啊 谁让你不满足我 谁让你不带我去 你要是带我去的话呢 我还不至于这样子 是不是 我还好说好好 是吧 我还能好好说 是吧 我这里吃我的就行了啊 该庆祝的时候呢 我会举杯庆祝 不该庆祝的时候呢 我可以闭嘴吃我的饭 我不耽误你们聊天 对不对 你自己不肯啊 对不对 你自己非要一根筋 非要跟我做对 那没办法了 那你要去的话 你就闭嘴啊 我闭嘴啊 什么时候去啊 几点啊 马上啊 马上几点 怎么可能大早上去庆祝吗 我问你马上几点 6点半 行 到时候叫我哈 我告诉你 不叫我的话你们就能跟人家 你自己看我们 行了别说了